马上64瓜就讲完了 这个就没有系列了 它是一个硬骨头 就是火雷是喝 那这个字就 有的人都得查字典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是 吃嘛 这个 有连吃才啃嘛 中间有一个羊友 把它去掉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神雷一 一养饮食吃东西之道 它中间多了个刺 你先看上面是火下面是雷 雷电交加 这就象征着行御 那你说倒过来雷在上面 就是雷只要打在地上人才受灾 所以这个 怎么样呢? 看看判刑了 哼,利用欲 那反而哼通 因为自有应得嘛 就有自取嘛 初九 我说这个 这个 有的说是行人 有的是 是 受刑人 失刑人 你不管哪一个 我们尽量给他 综合到一起 那已经讲和嘛 说这个 一开始 不管是执法 还是受刑的人 那么一定是犯了过错 才会有这种 整个的挂项出来 无救 因为他单位 虽然没有跟他相应 上面又有因来成 其实是不太好 但是他 在 最底位 你只能说他 这个罪犯的不大 我要执行的这个人 没那么严重 但是也有问题 就从根本上 就杜绝这种现象 你这个刑法制定的要好的话 不仅是杀一警百 而且要实现防范 就从脚趾头就开始 让他不要有 起心动念 实施犯罪 那么六二 就已经开始 走到 行动的 事情了 那就像好比吃东西 连鼻子 都淹没了 这个当然是不文雅 不只是不文雅 已经是不规矩了 所以呢 但是还没问题 又是说 他成一个羊 上面没有成羊啊 他是凌驾于下面那个羊 所以呢 就不好 上面没有跟他相应 那即使是六二 也不太好 那 以法之国嘛 又行 那都是 李悦啊 前面仁义理智信 他没有了 没办法了 实在不得已而为之 请 罚 为了方便管理 那我就顺其而行 那六二 他是阴影 那只能这样 但是也没什么太大过错 他毕竟 其中 且正了 那六三 他本该羊的 他阴了 吃东西 遇到阴的东西 吃的就不好了 毒 那小有过错了 小有损失了 就想啃到腊肉了 这是硬的 他平时 吃东西 那是软的 所以 但是 腊肉嘛 毕竟还是能吃 有一个 上 酒跟他相应 但是 两个都不到位 不过 他成为一个 羊 他羊又不到位 所以 这几个羊都不太好 其实你 出酒做好的话 扼刷在摇篮里 这还好 那九四呢 就开始行动了 上挂是一个火箭光明的 就开始判刑执行了 那 当然是 这个硬国道 更硬了 但是 就得以报之报 六五也不单位 下面也不强硬 所以这个挂也很别扭 不过军位还好 刑罚到最后就不好